经中传言 我和岳父是豪门坠序 洛氏集团新闻发布会上 小三儿取代了我和岳父该有的位置 保安毫不留情地将我们赶了出来 我和岳父震惊 跑路吗 跑 你跑我也跑 好 给三儿哥让位 有钱有言有时间 我和岳父日子过得毫不潇洒 只是这足疗店的按摩小妹 你有点眼熟啊 两位先生 这里是洛氏集团新闻发布会 还请无关人员离开保安 嫁着我和岳父 直接往外拖 喂 我们可是洛氏集团两位总裁的老婆啊 岳父双手挽起袖子 依附准备强闯的驾驶 保安笑了 他也学着岳父的样子 喂 我们可是洛氏集团的保安啊 真要是洛氏集团两位总裁的老婆 怎么可能没有见过你们 嘲笑的语气让人眉心直跳 不等我辩解 我和岳父就已经对上了一扇紧闭的大门 我们面面相去 头上的大屏幕 此刻正显示着洛氏燃和洛相网母女嘴角含笑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先生会成为持月化妆品的唯二股东 持月化妆品将独立于洛氏集团之外运营 镜头给向了小三哥 他们眼中含笑 侃侃而谈 时不时还和洛家母女暧昧地互动一下 昨晚还浓情蜜意地叫着宝贝 今天就和别人眉来眼去 我愤怒了 明明一点出轨的征兆都没有啊 昨晚还妖精一样地缠着我在床上这样那样的 搞得我一大清早下不来床 我灵光一闪 突然瞪大了眼睛 原来如此 她怕我吓得来床就跑来发不回闹 一抬头是老婆和秘书刘凯轻轻热热的样子 一低头是岳父委委屈屈伤心 渲染玉气的样子 我 那还得来个大工程呢 刚一伸手准备安抚岳父 就见他看着大屏幕拳打脚踢 打空气 家女 坏人 昨天我是宝贝 今天她是宝贝 昨天睡我这儿 今天是不是得睡她那儿 活脱脱一神经病 我无脸 一把捞着岳父往家里走 跑路不 跑 你跑我也跑 我满意了 扯着岳父的脸做个笑容 行 那就拿钱走人 取五百万现金 拉黑渣女 一气呵成 我和岳父专门租了一辆房车出行 这租车可划算多了 毕竟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查得到我们的车辆信息的 就在上车的那一刻 突然两个熟悉的人 从身边走过 妈 你说爸能跑哪儿去啊 电话也打不通 骆轻然 似乎有些郁闷 手还在不停地拨打电话 行了行了 先不管 有刘英他们在 浩然和晨晨不在也没事 对了 那两套祖母绿的首饰 记得拿给刘英他们撑场面 别丢了我的人 岳父脸色似乎有些沉重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我们 臭女人 说好那套首饰是专门拍给我的呢 岳父嘴一咧 眼眶就红了 我说我的老岳父啊 你都五十多了 怎么跟着小姑娘一样 这么多愁善感啊 我叹了口气 揉了揉脑门 头疼地哄了好长时间 才把岳父给哄好了 带上他来到我们的第一站 海边 岳父本来有些伤感的情绪 这会儿突然间 被眼前的美色所震惊 他扶着我晃了晃手臂 浩然你看 那边有个美女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了过去 风胸翘臀柳叶腰 极品 不争气的泪水从嘴角流了出来 我看了一眼岳父 瞬间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了是在必得 走 要联系方式去 岳父熊啾啾气昂昂地出发了 我紧跟上 可不能输了 二 对于我和岳父的靠近 女人并不知道 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膀 嗨 语人转过身来 我有一瞬的惊艳 相比那身材 这张脸才是绝品 相比洛青然 也不遑多让 美女给个联系方式 被不等我说话 岳父先开口了 语人一脸警惕地 看着我和岳父 随后脸色大变 一副受惊的模样 跑离了现场 我和岳父面面相去 顺着女人逃离的方向看去 她正打着电话 岳父一脸可惜 什么情况 我们都成洪水猛兽了 我稍稍思索 略显郑重地点了点头 有可能 可惜了 我和岳父默契地摇摇头 到手的鸭子飞了 晚上 我和岳父被缠住了 正是白日里吓跑了的女人 美女你想干嘛 我一脸莫名其妙 白天壁如蛇蝎 晚上主动凑上来 毛病 女人脸红了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两位是不是落 我跟岳父对视一眼 心中警铃大震 不是 你认错人了 你最快的速度开溜 身后的女人紧追不舍 岳父叹了口气 这么跑也不是办法 不如找个人假扮老婆 我眼睛一亮 好办法 就这么办 我跟岳父往四周看了看 终于锁定了一对母女 就她们了 果断凑上前去 和两人说明了情况 二人了然 放心 交给我们没问题 就这时候 羽人已经追来了 两位帅气的 话都没有说完 我身边的小野猫 苏倩柔 就已经揽上我的药 亲密地靠在我肩头 亲爱的 这位谁啊 就离开我这么一会儿 就招风影蝶的 该法 羽人微微有些正愣 回神之际 我们就已经走进了房间 今天谢谢你们了 我笑着感谢 刚准备拉着岳父 离开两位的房间 就被拦住了 两位帅气的先生 不能留下 一起恭敬晚餐吗 我们诚心诚意 邀请你们一起来烧烤 我本想拒绝 但岳父的眼睛亮了 关键时刻犯了花痴 好 真棒 在两人的盛情邀约下 我和岳父 加入了两人的烧烤大军 不过意外的 苏倩柔和他妈张婉玉 异常幽默风趣 和我们更是相谈甚欢 岳父的花吃饭了 我看着苏倩柔那张脸 也忍不住叹了一声 就看看应该不犯法吧 离开时候 便获苏倩柔两母女约定 第二天一同上路 昨日那女人 好像阴魂不散 出门时候 正好撞上之前的女人了 她下意识 看向我和岳父的身后 并没有发现人 这才开口 昨天的事 是我猫妹打扰了 不过我还是坚信 两位就是洛家的两位先生 我顿时无奈 摊手道 洛家先生不是已经人尽皆知了吗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况且就算我们真是那两位 又怎么样呢 面前的女人呲牙笑了 她说 我估计洛家两位快杀过来了 两位先生好自为之啊 我和岳父一顿 这才注意到 女人手中正在通话的手机 顿时我脸色大变 爸 跑路 三 这会儿我和岳父也没有顾上和苏倩柔两母女说一声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个城市 好险好险 那家伙太坑人了 怎么还能当场给他们打电话呢 我和岳父有那么一瞬觉得劫后余生 目的地高原 刚一下车就碰到了同样下车的苏倩柔母女 我和岳父顿时有些意外 你们也在这里啊 苏倩柔也诧异 率先开口 我笑了出来 既然碰到了 那就按照约定的继续游玩 众人并无意见 接下来苏倩柔两母女竟然全程充当我们的摄影师 拍出来的照片倒是异常有美感 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对 苏倩柔眼神偶尔会闪躲 似乎有事藏着不让我和岳父知道 这毕竟是他们的隐私 我们不过相处一天 自然对别人的秘密没有什么探究的癖好 不过两个人给我的感觉似乎并不是太过坦荡 我下意识将岳父拉到了一旁 爸 小心围上岳父笑了 果断摆了摆手 放心了 没有那么多坏人的但愿如此吧 晚上饭后 我和岳父就被两人忽悠着给忽悠到了足疗店 我从网上看 这家足疗店的风平很好 进去体验体验被苏倩柔撒娇 嘶 小野猫撒娇还真是 挡不住 色令置昏 好 必须得体验体验啊 我和岳父当即派板决定了 足疗店昏暗的环境和混杂着香薰的味道 很好睡 渐渐的我和岳父就陷入了梦乡 半梦半醒中 苏倩柔母女递给我和岳父一杯酒水 这里的国酒可是一绝 不过毕竟是足疗店 这里的国酒可没有对外出售一说 我顿时起了兴致 爬起来端着酒杯将国酒一饮而尽 这酒的后劲很大的 苏倩柔的声音响起 我僵住了 死鸭子嘴硬 没事 我酒量好不多大会儿 我就昏昏欲睡了 迷迷糊糊中 我落进了一个陌生的怀抱 耳边的声音带着蛊惑 走啊 我送你回酒店睡觉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睡 我下意识点头 脑海里浮现出了 洛青燃那张完美的脸 和蛊惑人的嗓音 我身子顿时一凉 大脑清醒了不少 不 匆匆忙忙从那人怀里跳下来 带着岳父往外面跑 身后苏倩柔母女紧追不舍 直到我和岳父 各自撞进一个女人的怀里 帮帮我们 转头女人和旁边的人对视一眼 带着我们就出了按摩店 脱离危险 酒的迷糊劲上来了 按摩小妹 你送我回酒店好不好 好她说 我被她伸手搀扶 此刻我才细看眼前的人 下意识想要逃离 这按摩小妹 长得有点特洛青燃 那个渣女了吧 放我下来 不好 你长得太像洛青燃 你走 我大脑不禁思考 按摩小妹的脚步微顿 不好 一路上嘟嘟囔囔的 我也不记得说了什么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就昏睡了过去 身上一凉 我下意识抱紧了身边的热宝宝 四 啊 两声重合的惊叫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我欲哭无泪地看着眼前的洛青燃 你怎么在这儿 我裹紧被子 防备着对方 洛青燃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掏出一达现金 我可是你包的啊 我将注 昨晚的记忆回笼 这可真是离了的大谱 喝酒屋大事啊 我收起自己的东西 小心翼翼穿好衣服向外走去 行了行了 离婚协议书你应该早就收到了吧 昨天的事我不计较 那一万块钱就当是给你的小费了 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干压下门把授的那一刻 我快速向外走去 下一刻 衣领被提了起来 我像是被抓的小记一样再次回到房间里面 浩然 你可别忘了 我们还没有离婚呢 我稍愣片刻 神色愤怒 你浑蛋 都已经有三二了 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不和我离婚 洛青燃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贱吗 让我和别人共事一期吗 我没有那个爱好 洛青燃抱住我 我拼命挣扎 仍然挣脱不开 浩然 你相信我 我不是 洛青燃欲言又止 我冷笑一声 一巴掌甩了过去 相信你什么 相信你没有找小三二 还是相信我自己是小三二 趁着洛青燃没开口 我溜出了房间 岳父眼眶红红的 领口处隐隐透出红痕 爸 妈也来了 我震惊 岳父稍愣 也 该不会 我们两个都沉默下来 互相看了一眼 默契转身 不过正好撞上苏倩柔母女 她们嘴角始终带着笑 但眼神里盈盈有些不满 昨晚休息得好吗 我和岳父此刻心不在焉 胡乱点头 后面对方说什么 我们也没有注意到 那就走吧 苏倩柔一句话 我瞬间回神 我和岳父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各自的茫然 苏倩柔哭笑不得 赶忙说 不是说去骑马吗 你们两个想什么呢 我瞬间松口气 连忙和岳父跟在两人身后 身后不远处 骆家母女俩 可一点没有想放过我们的意思 从我们的出行开始 就一直跟着 就连苏倩柔母女俩 都看出不对劲儿的地方了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苏倩柔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 我和岳父拾去而的后退几步 将战场交给这两对母女 不等骆轻然说话 苏倩柔突然动手了 手上招式招招很利 冲着骆轻然脸砸过去 我心瞬间提起 但很快又放下了 担心她干个屁 骆轻然有些被动 先开始挨了几巴掌 很快调整好状态 占据上风 够了 别打了 我一声冷喝 两人同时收手 看向我 骆轻然隐隐有些受伤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我将目光挪开 视而不见 紧接着走到苏倩柔身边 拽着苏倩柔就走 一点也没有给骆轻然反应机会 苏倩柔挑衅得挑眉 我看到却又避开目光 就得让骆轻然知道 她能找小三儿 我也能找小野猫 呜 岳父始终跟在我身边 不过 因为身边跟屁虫的原因 我们始终玩得不尽兴 晚上 苏倩柔提议去酒吧蹦迪 我心生警惕 这人昨天提议足疗 把洛家母女给搞过来了 今天又提议去酒吧 该不会还得出事吧 岳父的兴致很高 这会儿我也没说什么扫兴的话 原本的警惕 在到达酒吧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和岳父尽兴地嗨了起来 苏倩柔递给我一杯酒 对此人我也没有设防 端起酒杯放到嘴边 不过昨日那一杯到的情况 给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我有些迟疑 浩然也别担心 真喝醉酒我送你回去 下一刻 手中的杯子被夺了过去 她酒精过敏 喝不了酒 我替她喝洛青燃的声音 陡然出现在我耳边 我和苏倩柔 下意识转头看向洛青燃 她脸色有些难看 我冷哼一声 我酒精过敏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位小姐 我认识你嘛 大概是存了怒气的心思 我硬是将洛青燃手中的酒杯 抢过来了 一饮而尽 苏倩柔乐了 洛青燃脸黑了 我才不在意他们的心情 哼笑一声 转头就去找岳父了 此刻岳父被灌得鸣顶大醉 张婉玉更是直接把人抱在怀里了 那不老师的手让我瞬间惊醒 我一把将张婉玉给推开 张阿姨 我爸交给我照顾就行 您去玩吧 苏倩柔也过来了 行吧 我和妈先把你们送去包间休息 看你爸喝了不少 估摸着的睡会儿了 包房 一进去我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 此刻我终于察觉出不对劲儿了 后退一步准备带着岳父离开 浩然 你走什么 咱定的包间就在这儿呢 我咽了口唾沫 扶着岳父 算了 我爸不太舒服 还是先送他回家把喷 门被狠狠地关上了 苏倩柔母女也露出了真面目 想走 那可没那么容易 今天晚上总得给我们点什么 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昨天是你们运气好 让你们给逃了 今天可没有人能救你们了 我心中生出些许寒意 看着苏倩柔的样子 更是忍不住发产 为什么 苏倩柔笑出声来 眉眼弯弯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 如果没有这一出 我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好人 他嘲讽地笑了 那能因为什么 你们两个房车出行 想必两个都很有钱吧 要不你们把我们包了吧 不然就别怪我用其他方式 让你们包了我们了 我这才注意到 包间里放了摄影装备 俨然就是平日里 他们给我们拍照时候那一套 我心中生出一阵寒意 先将岳父放到一旁 拿着手机走向苏倩柔 你们误会了 我们的房车是租的 这租车合同还在我们手里呢 苏倩柔有些狐疑 结果我手机看半天 我不敢抢 硬碰硬不讨好 下一刻苏倩柔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大变 敢骗我们 六 苏倩柔母女对视一眼 像一匹恶狼一样冲了过来 老娘就得让你们知道 欺骗老娘是什么下场 我牢牢地将岳父护在怀里 但毕竟喝了酒 架不住两个女人用力地拉扯 我清楚地听到 衣服被撕开了 冷风从缺口处灌进身体里 我忍不住叫出来 救命 苏倩柔母女笑了 随便叫 这里是酒吧 什么样的事都有 不会有人管你们的死活的 我心中生出一阵绝望来 这个时候 就算是骆轻然能来救我 我也会感激她的 光当 一声巨响后 我艰难地看向门口 是骆轻然 她一脸怒意地冲过来 照着两人脸上 就狠狠砸了过去 岳母也加入战场 随手抄起椅子 硬砸两人 我喜极而泣 骆轻然 骆轻然动作稍稍停顿 这个空荡 就被那母女俩 给手中的水果刀给伤了 我瞳孔睁大 小心 我瞬间冲过去 不等捏住刀刃 我整个人 就被骆轻然护在怀里了 扑呲 一声刀入体内的声音 我心中忍不住一颤 骆 小心点 别分神 再坚持一下 警察马上就到 骆轻然堵住了我的话 我不敢再开口 怕她分神 好在这个时候 警察来了 骆轻然和岳母 也终于松口气 全身的精神松懈下来 我昏倒在地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正躺在酒店的房间里 身边趴着的是骆轻然 她身上还有已经干涸的血迹 我深吸一口气 起床将她衣服给扒下来 骆轻然瞬间惊醒 意外看向我 老公你醒了 我这才认真看向骆轻然 神色都憔悴了不少 和往日那偏偏小姐的形象 一点都不相配 我不再多看 果断别开目光 对不起老公 我没有出轨 也不该什么都不说 就和那个人假冒夫妻 骆轻然着急解释 我眉头紧锁 行了 我先给你擦身子 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去医院骆轻然笑了 她欣然点头硬下 两个小时后 我和她走出了房门 正好撞上岳父岳母 两个人轻轻热热的 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矛盾一样 我目瞪口呆 悄悄把岳父拉到一边 想问问到底什么情况 岳父满脸羞涩 你妈没有出轨 没有小三儿 所以我们和好了 我 好妈 感情这么轻易就叛变了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 骆轻然 暂时先将其他事情搁置 带着人就前往医院 我心里想着她说的误会 又想到这几日她的陪伴 心中隐隐有些动摇 可这种动摇很快就被打消了 我去缴费回来 骆轻然不见了 问护士 护士说人已经出院了 接个电话 好像狠急的样子 急匆匆就出院了 拦都拦不住 我心一瞬间凉了 先前的动摇 此刻也成为笑话了 我自嘲一笑 转头就回酒店找岳父去了 酒店房间 岳父也气不成声 嘴里怒骂着渣女 我便知晓岳母也走了 气 臭不要脸的 就为了骗我们那一碗吗 还是就想转我们眼泪 看我们被耍得团团转 好玩吗 我也怒了 一道短信声打断我的思绪 老公别急 我回去处理一点事情 等事情结束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下意识看向岳父 他显然也在同一时间 收到了消息 此刻岳父 还是忍不住地抽气着 这会儿止住了抽气声 是不是真有什么隐情啊 我无奈叹息 忘记了 岳父是标准恋爱脑 眼见着岳父又要哭了 我赶忙开口 那我陪你回都城看一眼 岳父的眼泪止住了 我这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装好东西回京 新闻大张旗鼓地 在报道洛青然和刘凯的爱情故事 洛青然千里赶来 为刘凯报仇 我微愣 身边就已经传来众人的谈话声 太羡慕了 我以为豪门之中没有爱情的 原来又美又多金 又深情的千金小姐 不是没有 只是我们遇不到啊 不过这位好像出事了 我原本赶来这里的热情 彻底消失了 看向一旁的岳父 神色复杂 爸 还去看吗 看着岳父摇摇欲坠的身形 我心疼了 他大概是太失望了 从前那扎扎呼呼的性子 此刻全然不见 不去看了把沉默地转身离开 我也沉默了 这次我反倒不想就这么离开 拽着岳父的衣领 就向医院走去 回来都回来了 怎么也不能这么灰溜溜地走 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事没个好 岳父本还想反抗 对上我的视线 妥协了 我松了口气 医院 我和岳父的出现 让这里成功安静了片刻 洛青燃和洛向晚母女俩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惊喜 瞬间大踏步走过来了 我和岳父后退几步 拉开和他们的距离 这明显的疏离动作 让两人成功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病床上的刘凯大概察觉到气氛不对 先站出来说话了 抱歉李浩然先生 其实我和洛青燃绝对没有什么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这楚楚可怜的样子 好像我欺负了他们 洛青燃连连点头 指天是日 我保证 刘凯说的话是真的 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 我突然觉得无趣 打下洛青燃的手 嘴角扬起一抹嘲讽的笑 洛青燃 那不然你给我们警示 岳父更是连看都不看岳母一眼 不过片刻功夫 两人赶忙开口 其实是我们为了争成交的项目得罪了人 让刘凯和他爸爸留营给我们撑个场面 也算是转移一下那些人的视线 只要暗处的那些人动手 我们就能连根拔起这步 刘凯都因为这件事受伤了 我没有再说话 目光不停地在刘凯父子俩身上盘旋 临近收尾的时候 我轻按了一声 其实心里已经相信了 但面上却没有任何反应 谁让他们有什么计划 前不打声招呼的 总得让他们吃吃苦头 爸 洛青燃着急了 这会儿也不在医院继续待着了 天天和岳母 在我和岳父住的附近徘徊 大概是知道他们自己理亏 谁都没有主动靠近 刘凯和他爸 没有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不过准备和岳父去按摩店的时候 总感觉怪怪的 好像有人跟着似的 我和岳父对视一眼 要不打道回复 岳父忧心忡忡 我笑了 伸手摸着岳父的肩膀 爸别担心 有我在 什么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岳父虽然心怀有担忧 但到底没有多说什么了 万幸 相安无事地到了按摩店 岳父瞬间松快了不少 他笑意盈盈 还亲切地和济师说着话 这济师有些陌生 但又有些熟悉 我一下子便认出来 这并不是按摩店本来的老师傅 王师傅不在吗 我们这次可是冲着王师傅来的 我笑意盈盈 丝毫看不出来真实意图 老板僵了一下 赶忙说 王师傅有事回老家了 估摸着得各把月才能回来 我们这里新来了一位新师傅 手艺绝对是好 不如试试 我目光落在旁边的人身上 他不敢对上我的眼神 那样子大概是怕我 当然 这样躲闪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心虚 我刚想拒绝 就被岳父给打断了 行吧 事事先 我一时半会儿 也不好继续开口打断了 既然岳父那边硬下 我便也没有继续坚持 我们来到了房间 轻柔的音乐 渐渐让我有了昏昏欲睡的感觉 突然眼前一阵寒光闪过 我惊了一下 瞬间睁开眼睛 寒凉的冷光正是从在我眼前的水果刀上出来的 我目光一领 骤然伸手将刀刃抓在我手上 另外一只手摸索着手机随时准备报警 我知道这熟悉感从哪儿来了 是刘凯 和他见面那么多次 这双眼睛自然也见过不少次 不过从前他的眼中可干净得很 没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 我冷着脸 眼神中闪过一抹怒意 刘凯 你想杀我 血顺着我手往下滴 刘凯突然笑了 对 我就是想杀你 凭什么 凭什么我做那么多 他都不看我一眼 好不容易看我一眼 和我说话了 结果是为了让我给你们挡刀 凭什么 你陈浩然凭什么有那么好的运气 只要你死了 我就是唯一的洛氏集团副总裁的先生了 我沉默了 刘凯变相将我和洛清然之间横跟的问题 给解开了 可我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 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改变的 下一刻 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听见了洛清然的声音 此刻我眼睛一亮 救星来了 屋门被踹开 洛清然一把抓住了刘凯手中的水果刀 刘凯 你疯了是不是 洛清然生气了 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洛清然反手将刘凯摔在了地上 一只脚踩在他头上 刘凯 我以为你是老实本分的 将你留下了 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九 刘凯腾的直叫唤 此刻房间中的众人没有一人想帮他 刘凯他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去了 别搞得太过了 到时候没法而交代我淡淡的 看着刘凯的眼神已经像是在看死人了 我看着好说话 不代表我不是牙子必报的人 一脚踹在刘凯身上 他瞬间被踢飞 不过也从洛清然脚下救了回来 大概是刘凯有些怕了 连连后退 我却笑出了声 刘凯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 杀了我 你以为你就能有机会了 一句话 刘凯的脸色并不好看 他好半天似乎是想说什么 画到嘴边硬生生艳进肚子里了 洛清然先开口冷笑一声 他惜命得很 只要你死了 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当上 洛氏集团总裁先生 到时候再用钱 用权 将自己给成功送出来 甚至还变相地将这些罪名给洗清楚 我看到随着洛清然的话 刘凯一下一下颤抖着 百明受到了惊吓 不过我也只是淡淡笑了一声 别说了 刘凯歇斯底里 洛清然却没有理会 依旧是在咄咄逼人 刘凯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让你闭嘴 你没听到吗 说话的功夫 他双手颤抖地指着我 这个男人不值得 你知道他到底有多水性洋花吗 不过下一刻 洛清然将他人已经死死地扣住了 带着人就往警局去送 刘凯大喊大叫 洛清然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你先解决他 我去安抚吧 洛清然自然没有拒绝 我带上岳父直接回了家 岳父受到的伤害 不可能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 他抬手 拉住我的手肘 浩然 洛清然那边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摇头 眼下还不知道结果 不过 岳父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岳父瞬间松了一口气 他有些雀跃地接了电话 一路过来 他心里始终七上八下的 感觉很不好 这会儿总算是得到了那边确切的答案 刘凯父子两个都被抓住了 他们知道当洛先生没有可能了 此刻卷了钱就准备逃跑 不过被岳父先带人给拦了下来 我得知这些的时候有些雀跃 看向岳父的时候 他热泪盈眶 总算要结束了 我轻叹一声 是啊 总算要结束了 当天晚上 洛清然和岳母就过来了 他们一进门 我就闻到了榴莲的味道 瞬间 我有些意外 不解地看着两人 只见二人从袋子里掏出来两只榴莲 将皮放在地上 二人干脆果断地跪了上去 手摸着耳垂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老公我错了 我保证下次再有什么行动之前 一定不会擅作主张 这一次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还请老公能让我们上床一句话 先前的铺垫图穷笔件 我气笑了 转头开口道 谁在求情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你们就老是在这儿跪着吧 不到天亮不准起来 我和岳父一口同声 是 晚上我们各自回了房间 客厅里的两人欲哭无泪 我原以为我心中得有一些怨念 倒是没想到 这竟然是最近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 半夜 身边的位置塌陷下来 我被一双熟悉的手抱着 在这热人出现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醒过来了 睁开眼睛看着墙面 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随着骆轻然的手越来越不老实 我骤然出声 骆轻然 你不想在这儿睡就滚出去 继续跪榴莲 她一声轻笑 手上的动作越来越不老实 老公 我都好久没有抱着你睡了 看在我受伤的份上 不计较了好不好 撒娇的声音瞬间传进我耳朵里 我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笑 很快就压了下去 这人最擅长顺杆子往上爬 这会儿可不能松口 一旦松口 接下来可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了 不过 骆轻然可不是那么老实的人 一晚上 她用尽各种手段 让我松口了 紧接着就是一晚上的恩爱 好嘛 这家伙好像把她这段时间缺失的 给找补了回来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浑身酸痛 丝毫起不来一点 骆轻然一天没有工作 就待在家里陪着我 回到吃饭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母女两个 根本就是商量好的 一步一步打动我和岳父 我嘶笑非笑地看着两人 下一刻对上骆轻然 那张倾儿了巴唧的脸 骆熬过 难道我伺候她 我瞬间捂住她的嘴 脸色爆红 用眼神示意她 不要继续下去了 骆轻然挑眉 我沉默了 她分明就是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岳父岳母那边笑了出来 行了行了 老了 不跟你们年轻人掺和了 岳父抱着岳母 直接回了房间 我 咱就是说不能节制点吗 一脸无语地 对上骆轻然的视线 我心头一跳 转头就被骆轻然 给搂了过去 你干什么 我惊叫一声 反手抱住骆轻然 她笑了 你不是羡慕爸妈安爱吗 我们也能 我无语望天 你走开 突然 骆轻然干呕了一阵 捂住了嘴巴 我愣了一下 连忙带着她去了洗手间 我踢她顺着后背 等她回过神来 她才说道 浩然 我是不是有孩子了 这悠悠的声音 可是吓了我一大跳 我刚想摇头否认 突然想起来 上一次我跟骆轻然同房 好像就是没有做保护措施啊 我瞬间瞪大眼睛 骆轻然激动了起来 去医院 我点了点头 转头抱着她就往医院走去 正好遇上要出门的老两口 你们去哪儿 骆轻然问 岳母脸色爆红 反倒是岳父意气风发 去医院 我一时间有些好笑 直到检查结果出来 我才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骆轻然真的怀孕了 看向岳父的方向 我有些好奇岳父岳母到底怎么了 恭喜您要当父亲了 随着医生的话出来 岳父也傻眼了 他目光微微一闪 整个人陷入了狂喜中 哈哈哈哈 我又要当爸爸了 骆轻然你个臭丫头 要当姐姐了 让你们不抓紧 你们弟弟妹妹 可能都要比你们孩子早出生了 说着还用力拍了拍 骆轻然的肩膀 骆轻然冷笑一声 悠悠道 那可不一定 我也怀孕了 我忍不住笑出来 手辅上她的腹部 新生活开始了 全文完